雅婷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买一整组的文具套组给你吗 没办法 我爸爸对我特别好 那我可以当你们家的小孩吗 今天啊 在风格树露营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跟女孩一起 都不想跟我一起 我们两个跟雅欣她们一组也可以啊 老师哥说不行啊 他说我们两个不能同一组 一定要分开啊 为什么你今天整天都不说话 怎么了 怎么了 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月亮好美 你站在上面看了这么久 不觉得这个世界很漂亮吗 只是家里少了人 多了空虚 多了寂寞 你是都市擂台的主持人 看来是我们的超级大粉丝哦 如果你是来找我拍节目的话 就算了吧 你误会了啦 我不是来找你拍节目 是来找你拍抖音 抖音 是它最多人使用的软体啊 那个 甲祖阿明 有没有看过 这也太酷了吧 她在影片超好笑的耶 神经病 你他妈的可以不要来烦我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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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哦 哎 我这现场工作人员的出班费 都没有跟你收耶 你不可以跳啦 我发誓 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真的 我们马上开始 好 啊 啊 你幹嘛 化妝啊 化什麼妝 髮妝啊 幹嘛啦 妹妹要化妝才會好看喔 你屁事喔 放開我啦 妹妹看我 皮膚怎麼這麼乾啊 妳是用洗碗筋洗澡喔 到底是誰啊 先放開我好不好 是這個雅婷嗎 啊 看一下 啊 我搞錯了啦 抱歉抱歉 這個才對 喔 對啦 這個才對 哎呦 你是幾會修圖 這笑容 你是幾燦爛耶 欸 你怎麼換我的資料 賣貓 你會怕 這看好了嗎 來 各就各位喔 好 好 進場 四 三 二 歡迎收看都市擂台之 是誰殺了 李 雅婷 Live直播現場 我是主持人 摩西娜 他們都叫我摩西娜啦 十七歲 青色的十七歲 在這個含苞待放 準備盛開的年紀 有些花 卻早已凋零 他們選擇用最殘酷的方式 離開這個世界 而我們今天 這朵花的名字 就叫做 李雅婷 雅婷 到底在說什麼啊 雅婷 這人世間的一切 就像是一場 秀 而你剛好 就是這場秀的主角 今天我們節目 就是要來探討 到底 是誰 殺 了 你 嬸嬸 為什麼我要配合你們啊 嬸嬸 你看一下 我們家雅婷 為什麼在電視上啊 對 真的是雅婷耶 反正也不關你們的事啊 而且你不覺得地方很熟悉嗎 蛤 我們家雅婷 我們家雅婷 Come on 你連死都不怕了 難道還怕我們知道真相嗎 誒 雅婷是在哪裡了 呃 你們是 你有開着 聖鳳 你看看 走 哇 hast繩 阿涅 近時 是他媽媽阿鳳啦 是 你們來這裡幹嘛 我們當然要來啊 這很嚴重耶 對啊 你平常說我們莫不關心你 現在不就來了嗎 你們現在來有什麼用啊 各位觀眾 火爆的時刻總算來臨了 準備好你們的爆米花 首先 爸爸你可以幫我們描述一下 雅婷平常在家的情況嗎 雅婷喔 平常在家的情況是 有時候 不是啦喔 去樓房 我是在說什麼 總共一句啦 看乖啦 爸爸每天都在上班 他跟雅婷不熟啦 我來回答可以嗎 可以 媽媽請說 雅婷喔 他從小就很乖很乖 功課也都很好 都不用讓我們擔心 我們是真的都很愛很愛他 說我們是最棒的父母 一點都不為過 聽你在胡爛 嗯 欸 雅婷不這麼認為喔 我不是說了嗎 我是說那時候 從他上了高中之後 就一直用這種態度 跟我們說話 那是因為你們 根本就沒有真正關心過我 是因為你生病了 對嘛 你生病了嘛 爸爸爸爸 爸爸 欸記者我告訴你啊 這個喔 就是現在所說的通病啊 也說一般的所謂那個 痾... 憂鬱症啊 憂鬱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小孩子會得這種病 欸 水母啊 欸 平常是我們兩個父母 很正常的啊 對啊 啊 雅婷怎麼會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我們也都是 常常開導他 叫他不要想太多 那 那請問一下 你們既然說是憂鬱症 那爸爸媽媽有帶雅婷去看醫生嗎 爸爸剛剛不就說了嗎 這就是現代人的一種通病 幹嘛動不動就去看醫生 對嘛 這種事情喔 越少的人知道越好 萬一喔 如果交錯外人怎麼辦啊 對啊 啊 我也是不知道 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子 就是這麼敏感 以前我們那時候 哪裡來的憂鬱症啊 是啊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 這一切的一切 你們都沒有任何的問題囉 嗯 我們父親本來就沒有問題啊 我告訴你啊 這個有問題喔 一定是學校啦 我改天喔 去教一局 去教一部 投訴 投訴 讓他們經營不下去了 對對對 好 我們謝謝爸爸媽媽的分享 謝謝 我們請他們先去後台稍坐休息 謝謝 叔叔我們後面有整備這個 好吃好喝的 對 可以去享用 對對對 謝謝 謝謝爸爸媽媽 有這麼久了耶 沒事我們先走了喔 對對對 工作人員 謝謝 謝謝 欸 雅婷啊 爸爸愛你喔 哈哈哈哈 好的 我們接下來呢 開放現場Call in 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參與這個節目喔 姚婷 你爸爸媽媽說 他們很愛你耶 愛 你覺得這是愛嗎 我曾經也很愛我的爸媽 知道我生病之後我真的變得很痛苦 而且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懂 也不願意理解我 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跟挑戰 當你面臨到困難 求門無助時 你會找人訴說嗎 沒有人可以說啊 就連自己的班導師也一樣 所以我都想投訴他 是 好 好的 我們現場呢 有一通Call in電話進來了 呃 這是來自桃園的Call in 喂 你好 喂 喂 毛行娜 你的節目可不可以不要亂說話 呃 請問你是 我是雅婷現在的高中班導師啦 老師喔 老師你好 你好 老師 你也看到雅婷的這個情況了 請教一下 您覺得雅婷自殺你有責任嗎 唉 我跟你說啦 現在很多家長都會覺得孩子偏差 是我們老師的責任 可是這種想法根本就是天大的錯誤 但 雅婷就是生病了嗎 你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在他身上吧 憂鬱症 躁鬱症 過動症 雅思伯格 生病的孩子多了 事實上像李雅婷這樣的情況 根本就不罕見 嗯 怎麼說呢 當然是登校學校的SOP啊 也有問題 我們就請他到輔導室 不然就是請他去諮商或是看心理醫生 如果嚴重一點 我們就請他休學或是轉學 哎呦 雅婷 老師不是建議你休學嗎 那怎麼還搞成這樣 老師 你怎麼一點良心都沒有啊 你難道覺得你根本就不用負責任嗎 老師要面對那麼多的學生 怎麼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事實上 我已經花了很多私人的時間 在處理你的事情了不是嗎 這些都沒有下班費耶 雅婷 你要體諒老師一下 老師也是人啊 所以就算我真的跳下去 你也不會覺得難過 你也不會心痛嗎 當然會難過啊 不管在哪裡 我的學生出事情 你知道我要寫多少檢查報告給學校高層嗎 如果引發社會輿論 我搞不好還會被開除耶 總之這年頭喔 教老師也真的很辛苦啦 所以我要因為你 繼續在學校受苦 欸 我沒有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喔 你真的應該要聽老師的話 休學啦 好不好 好喔 謝謝老師耶 看來這位老師也是滿無奈的齁 那這樣子啊 老師 我直接問你 您覺得這件事情 誰要負責 其實雅婷之前有來找過我 提到她跟幾個同學 霸凌欺負的事情 這件事情我有處理啊 只是喔 這種事情 又不是只有我們學校有 其他學校也有啊 而且常常發生 所以我都是根據學校的SOP 在處理啦 所以老師您的意思是 又是SOP處理囉 當然啊 因為這樣最省力 啊 不是 我是說這樣是最有效率的辦法 OK 好 謝謝老師 唉唷 搞什麼 唉唷 我不是很漂亮 怎樣丟臉 很 大顆 真是的 都是我男朋友害的啦 欸 你們看 你們看 隨便 我看一下 我就想說李雅婷怎麼最近都沒啊 你哥們會單直播主啊 欸 他們這節目還可以現場連線耶 還是我們直接去現場超熱鬧啊 要提供地點啊 有有有 有這裡這裡我看一下 走啊 那我們快去 走走走走 看來你在學校自殺這件事 很影響這位老師喔 好的 我們趕快來接下一通的 call in電話 好 李雅婷有電話嗎 呃 你們是 啊 雅婷的朋友 我們是 雅婷的高中同學 哈囉 雅婷 李雅婷 你怎麼這麼愛拿小報告啊 不要一直亂講話好不好 李雅婷 哦 你們就是剛剛老師說那個 霸凌雅婷的同學吧 不是啊 我們也覺得很納悶 雅婷 你要搞什麼狀況呢 對啊 什麼叫做霸凌 你要拿出證據來啊 爹妹 飯可以亂吃 話不能亂講啊 你們明明就在背後一直說我壞話 還到處挑撥理解 叫別人不要靠近我 有沒有做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我們先把剛剛那個call in電話掛掉好了 嗯 然後叫他可以準備了 我們等等看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們就偷拍我 然後上傳到學校的八卦版嗎 點閱燈點上都很高啊 底下算是網路紅人耶 搞不好比莫行那還好 對啊 而且網友還一直叫我們更新喔 現在就不得了了 直接跳樓耶 超級轟動 搞不好 明天會上Google熱門搜尋第一名喔 你們要幹嘛 不要請幫你拍照 不要 啊不要 你真的要 你看 霞哥 霞哥 進那裡 各位觀眾 謝謝你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到現在 接下來我們要來迎接我們今晚的最高潮 我們特地邀請到了一位神秘嘉賓 想知道是誰嗎 他就是杜亞奇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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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也要为了别人想啊 事情都过了这么久 为什么你还是想不通啊 我以为你这次来 是要阻止这一切的 但我怎么觉得 连你都觉得我错了 谁不会犯错 也许 也许如果 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 今天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你很清楚 从国小到高中 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知道 上了高中之后 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都会一起分享 一起承担 雅婷 你可以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吗 不要再说我胡思乱想了 我想得很清楚 从以前 你就是个什么都好的人 你是学校的校花 你是自由神 你还是个万人迷 参加节目 准备要出道 你是个前途一片光明的人 而我 我什么都不是 这些都不是重点啊 也许现在很糟 但或许未来不会这么糟 未来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 我真的已经想清楚了 我真的已经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那就先下来好吗 我跟你说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死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死 我也想要好好地活下去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 击火 杰拟 为什么你今天整天都不说话 怎么了 如果我突然说我喜欢你 但是不是朋友的那种喜欢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说呢 来 我们帮你来唱 上生日快乐歌 Merry birthday to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有个高中生从大楼跳下伤众不治 有个父亲看着新闻指责 这个高中生的不是 然后他对他儿子说自杀是不孝的 赶快去念书还要靠你养得 有个校长得知校内有个学生寻死 马上联络电视台请求不要公开学校的名字 有个网友看到这则新闻马上po 上面写着你要以死来作为道歉 凶手不止一个 死者不止一个 被害的加害者 加害的被害者 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 受伤的人不止一个 伤害的人不止一个 有些伤害不见的 人如此彼此对待着 不忍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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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